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马大姐 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么多 就知道我们今天的穿搭主题就是秋季的职场休闲穿搭 我个人认为呢秋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 它不仅是丰收的麦子黄了的季节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应用夏季的单品和秋季的单品 做混搭就很容易搭配出那种简单的高级感 所以我今天呢就在Yuikuru和Zara选择了几款秋冬新款 做了一下混搭 如果感兴趣的姐妹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这套穿搭的单品介绍呢 其实就是这一件一个加了羊绒A字裙 这条裙子我认为它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它的版型是属于这种A字裙 所以呢很容易遮住我们胯部和腹部的版型 就会觉得整个人呢穿起来下半身会显得比较瘦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和不足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点太短了 如果我们工作的环境是不允许穿这么短的膝盖以上的短裙的话 那这个裙子大概率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如果呢我们是在一个穿衣环境相对比较放松和自由的情况下 这个裙子也是可以穿的 但是要记得里面一定要穿的就是打底裤 否则的话像我们坐电梯啊或者是这种滚梯 你都不需要走只要站在那 因为下面的人如果不小心一抬头的话 这条裙子的长度呢很可能就会有一点跑光的风险 二来呢是这条裙子的材质呢是属于加了羊绒 所以我觉得它摸起来呢是高级感十足 但是它的面料非常的厚 所以没有弹性 这也是为什么它把臀部和腹部的线条会包裹的特别好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比平时的货号会小一个码数 所以如果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最好呢买平时穿的码数再大一个货号 这样穿起来在腰的地方就不会特别的累 比如说我穿的这一件 就是因为我选了跟平时一样的号数 我现在穿呢就会特别的有一点勒肚子这个地方 然后它两年的口袋呢又会觉得有一点开 明显的就是穿错了码数 第三点呢是这条裙子 因为它是加了羊绒 所以呢不得不说它有一点爱沾小毛毛 所以如果大家在穿它的时候呢 记得随身带一个滚刷在身上 因为这也不是它的错了 基本上冬天所有的加了这种羊绒的 无论是裤子还是裙子 它都会喜欢沾这种小毛毛 现在这个季节因为它上色黑白配呢有点过于简单 所以我在下面的鞋子上就搭配了一个这样红色的一个小瓢鞋 让它做出全身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我们在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个铜色系的一个西装外套 然后第二个穿搭呢如果是在上面的环境下 这条裙子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我们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搭配一个白衬衣 那白衬衣再搭配这样比较有质感有重量感的裙子呢 也是在职场穿搭中比较简单而轻轻吧 然后再搭配上一个这样白色的乐附鞋就特别的简单 但是要强调的是这条裙子真的是有一点短 所以大家在搭配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里面穿打底裤 然后如果早晚温差大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毛衣的像披肩一样披在身上 然后选择不同的颜色就可以打破这种黑白的单调感 即使在职场穿搭中呢加入这种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毛衣整体穿搭做点缀也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然后第三个穿搭思路呢就是再往深走一些 就是比如说到了我们比较喜欢的深秋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很多姐妹都会跟我一样 特别倾向于这种宽松的大毛衣 因为他们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就感觉一穿上之后把我们全身的坠肉都给藏起来不见了 然后下身呢穿这种A字短裙就可以更好的延伸起到一个瘦腿的作用 因为A字裙可以做相互的对比 从而显得我们的腿呢在一个开口的情况下就会选得又细又直 然后这里搭配的是一个秋冬几乎人手都会有舒服又可以显高 气而稀缺 然后在里面还搭了这种内增高鞋垫 就显得腿更长一些 那这样的穿搭我觉得就是活力十足 感觉穿上之后瞬间又回到了曾经向往的三十来岁 所以感兴趣的姐妹呢我也希望大家去试一下 这一件单品呢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 Sue Schmidt翻译成叫什么 就是外套型的衬衣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像一般的衬衣一样 作为里穿 它可以外穿 因为它的材质比较厚实 所以它可以当成小外套 然后它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不仅可以当成小外套 还可以坐蝶穿呢 还可以冬天比较冷的时候 正常的衬衣也是比较保暖的 然后这一款呢我是特别喜欢它 是因为我看了很多大牌设计师 他们2022、2023的秋冬单品里 就有很多这种牛仔款式的 然后版型比较宽松又比较休闲 然后我就觉得穿起来就是那种酷酷的大女生 然后忧郁裤居然有跟他们一样的同款 还有你看它在设计上也非常的巧妙 就是它身上呢就是这种牛仔款式 然后它的牛仔的颜色呢 不是像我们平时就是之前那种固有印象 就那种有点发白的 或者是那种颜色特别深的 它似乎呢刚刚好就是那种蓝色里面 带着一点浅浅的水波纹的白色 就看起来特别的温柔又有质感 然后它的面料呢是属于百分之百的纯棉 我个人摸起来呢感觉是它没有视觉上给人的那种厚重感 它的材质摸起来会有一点偏软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袖子的地方 它其实呢是非常的柔软 穿起来就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另外的一个担心的地方 就是如果它洗了之后 可能需要我们去熨烫它 才会保持它这样比较坚挺的一个形状 第二点呢就是在它的袖口和整体的剪裁上 就是大家明显可以看到 它是属于这种宽松版型 我买的是它的S号 跟我平时穿的号数是一样的 它的肩线感觉会更下垂一些 然后它袖子这边呢 是跟很多大牌设计师一样 用的是三排线 所以就会觉得在视觉上呢 显得整个版型它的切割性特别好 在袖子上呢也是有这种小的抄纹 它的袖子是比平时的袖子 衬衣的袖子还是要再宽一些 就是胸部比较风云 特别有料的姐妹 我觉得这款衬衣穿上之后呢 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显瘦的效果 因为它的颜色 你看它整个前胸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设计 所以整体给人的视觉是属于这样平的 那在搭配上呢 我第一套这样的搭配就选择了一个 特别普遍牛仔的微喇叭裤 因为它的裤腿特别长 所以我这里就搭配了一个 大概是有七八厘米的高跟凉鞋 还有就是我觉得秋天最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能把凉鞋跟秋天的衣服 一起搭出来 因为凉鞋这种细高跟 就是即使我们上面穿牛仔啊 牛仔长裤牛仔长衣 就是微微露出的一些鞋上和脚部的小细节 就会把整个女性的特质给散发出来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把凉鞋收起来 可以尽量的保留它们 然后去做跟秋季的单品做穿搭 裙子呢 我之前也有做穿搭 然后每次都有很多姐妹问我 它也是优衣裤 大概是两年也不三年以前的一个款式 现在已经下架了 但是呢 在9月1号 它有上新哦 就是它有一个设计师联名款 Inès de la François 然后他们家呢 就有这样的裙子 只不过前面更有设计感 是更有复古 加了一些钮扣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款式的裙子呢 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牛仔长衣外套呢 还可以搭配这种比较轻柔材质的 比较挑逸的丝裙 就是这条裙子 它完全突破了 我对ZARA质量上的一些过有印象 你看它下面的板边 就它里面的抽线 质量做的都是可圈可点 没有过多的线头 然后它下面裙摆呢 还有这种不对称的设计 就感觉整个人穿上之后就更飘逸 然后这双鞋呢 就是也多次在我的视频里 不断的重复出现 然后它的面料下垂感非常的强 就是甚至在走路的时候 都能有一股呼呼的风的声音 这款裙子呢 它其实版型在上面呢 它是不适合露出来的 因为它上面这个马颖呢 又不是像有裤颜啊 然后扭扣啊 做的那么完整 它只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裙子 一定要把它遮起来 所以呢 它比较适合搭配这种 比较大的宽松一点的上衣 所以我觉得这身穿搭呢 比较适合 比如说离型身材啊 但是个子比较高一些的姐妹 喜欢想要藏住自己腰部啊 或者是上身的坠肉 这一套呢 就是觉得比较年轻感特别强 活力十足 我这个很多人被无数次问 它就是来自于Mongo的一个凉鞋 然后这个凉鞋特别好穿 但它的根呢稍微有一点高 但是我觉得就在办公室里穿它 平时上下班我都会换成平底鞋 所以还好了 这一套穿搭呢 上面这个绿色的白条纹的一个 包楼小衫和这个白色的阔肚裤 全部都是来自于Zara他们家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它整个颜色的色调 以及它这个领子 但是唯一的缺点是我总觉得 它这材质摸起来 可能将来会有起小球球的风险 所以呢我这里就不过分的推荐给大家 然后我这里选择的是它的M号 但是我穿上之后 你看它这个白线就明显的上衣 感觉会小一些 所以它的码数呢 是比我们平时穿的货号呢 会小大概是两个号数 所以它想要选择的话呢 最好是去试一下 或者是尽量往大一点买 不然的话你看肩膀这条线 它就会往上走 然后整个呢就会觉得 胳膊呢会有一点壮 大家推荐的是这样的一个砍尖 然后这个砍尖也是来自于 优衣库的一个新品 我觉得砍尖其实它在秋冬做穿搭 是属于一个比较简约 但是很好做出层次 做出高级感 然后又非常保暖的一个单品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 去买这样的砍尖 但是我个人建议是 大家最好是买那种 纯羊绒或者是纯羊毛的 就是质量会好一些 叫我们去洗它的时候 它也不会变形 然后每次穿上之后呢 都会版型特别 好了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然后这些单品的货号呢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的链接里 然后有需要的姐妹呢 可以到那里去找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个视频 稍微还有这么一点用处的话 还有这么一点干货的话 那就劳烦大家点赞留言 然后喜欢我这个风格视频的姐妹呢 也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只有看到有人订阅我的频道 我才会得到鼓励 不然我就觉得 自己做的这些东西都是无用功 最后呢 祝大家在这个秋季都美美的 都找到适合自己的穿搭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